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的單元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名震天下的Fellow EKG溫控服務 那在開始介紹之前 學長要先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在影片推出五天之內 你只要在底下留言並且訂閱學長的頻道的話 我們就會抽出一名由廠商提供的Fellow EKG600 黑色的價值5480塊的商品 你只要留下對Fellow EKG的疑問 或是你為什麼喜歡他 或是甚至於你為什麼不喜歡他 都沒有關係 只要是留言我們都可以 那我們會在五天之後呢 折旗來進行抽獎囉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 想得到正評的話呢 就趕快留言 並且訂閱學長的頻道喔 如果沒有訂閱的話呢 我們到時候就當作沒有 符合抽獎資格 那就抽到也得不到 OK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認真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Fellow EKG為什麼那麼的好 其實學長賣Fellow EKG呢 已經賣了兩年左右了 那Fellow EKG一直在學長心目中呢 是一個沒辦法撼動的 溫控手沖壺的存在 那當然在全世界Fellow EKG呢 也是一個霸主般的地位啦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狀況呢 那為什麼這麼多金餅咖啡店 都選擇了Fellow EKG呢 我們可以從底下幾個角度來做思考 首先我們要來看一下 EKG的整個結構 當然很簡單 分為加熱的面板 以及手沖壺本身 EKG其實最讓人津津樂道的部分呢 其實在於它的面板的設計 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它只有一個旋鈕 還有一個LCD的顯示螢幕 這樣的旋鈕設計呢 它基本上是最簡單操作 而且最不容易損壞的 而且呢 也比較不會有按不到的問題 像學長就蠻不喜歡 有些微電腦的面板 它的按鈕其實不是非常好按 或是要按很多下呢 它才會好溫度顯示 那種手感上面 其實覺得就是沒有那麼的舒服 但是Fellow呢 其實它在旋鈕的設計上面非常的簡單 那你只要輕按一下旋鈕 就是開機和關機 那你只要左旋或右旋呢 就是可以控制你的目標溫度 主要功能就是這兩個動作 按下去還有旋轉 那這個動作呢 都是非常明確 而且沒有中間地帶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微電腦的面板按的時候不太舒服 那其他比較複雜的功能呢 就是 如果你長按兩秒鐘 它會有一個計時器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其實很簡單 你長按兩秒鐘以後呢 就開始 就是3 2 1 它就開始 幫你計算時間 所以如果你在做手沖的時候呢 需要計時器 一直找不到的話呢 其實可以使用EKG 來幫助你做計時 好那再按一下呢 就恢復到正常的控溫畫面 那LCD顯示屏上面呢也非常的簡單 它就只有一個你目前的水溫 還有你的目標水溫 你在旋轉的時候呢 就會顯示出你的目標水溫 那停止旋轉的時候呢 它就會恢復到你現在的水溫 然後它會慢慢往目標水溫前進 所以等於說呢 只要轉好 轉到你的目標水溫以後呢 你無論是拿起來或放下 它就會一直不斷地往你的目標水溫做定溫的功能 所以非常的方便 就是你 用完了 沖完沖煮完以後呢 你加水也好放回去 或者是說呢 你沖煮完放到邊邊 可能溫度降了以後 再放回去 它都會不斷地恢復到 你目標的溫度 所以對於 要來沖煮來說呢 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同時它有一個 簡單的功能就是Hold 就是保溫的功能 如果你把Hold打開的話呢 它就保溫的時間會到一個小時 就是說如果你需要比較長時間的沖煮 或是說你是店家 你希望我的TrueBaker 一直一直保溫著的話 你就可以把Hold打開 就把保溫功能打開以後 那它就一個小時之內呢 只要是 上面有水的狀況 它就維持到90度 另外一個是居家使用的 就是Hold把它關掉 它大概10分鐘 它就會關機了 等於說保溫時間只有10分鐘 那你就可以 省電 因為在家裡面可能不需要這麼長時間的儲備 但是你可能有 沖煮完以後 你忘記關機的話呢 也沒有關係 其他10分鐘之後呢 就會自動關機 所以這兩種模式呢 可以因應在不同的場所 另外一個功能呢 其實就是 DoC跟DoF的功能 這當然就是 以台灣來說 我們就使用DoC 但是可能對於其他地區 可以使用DoF 溫控壺呢 其實 它需要的東西 本來就不是太複雜 而是需要更 簡單 精準 好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面板設計 真的很簡單 讓你用起來呢 完全沒有壓力之外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規格上面 如何讓你覺得 用起來非常的舒服 第一個部分是 加熱面板是 1200瓦的功率 可以說是 目前市面上 溫控壺裡面的 最高規格 一般 正常的溫控壺大約是 900瓦到1000瓦之間是比較多的 那當然瓦數越高 代表說你的 煮水速度就會越快 那EKG目前呢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 一公升的版本 一個是600cc的版本 這個是600cc 這個是一公升的版本 1200瓦的煮水速度是多快呢 就是你在 一公升的 情況之下 裝滿水位的情況之下 大概是四分鐘 就會從 室溫一直煮到 沸騰 那如果是500cc 譬如說這個是600的 一般你可能不會裝嘛 500cc的情況之下 大概2分鐘到2分20秒之間呢 就會從室溫煮到沸騰 所以呢 可以說 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你可能只要磨個豆子 準備一下濾杯呢 你就已經從室溫煮到 90度 或是更高的溫度 所以它煮水速度很快 那第二點呢 它的加熱面板 使用的是 英國的一個品牌 叫做Strix的 PID的溫控 的面板 那這個品牌呢 其實在業界裡面 我們都知道 它是一個 做加熱溫控 非常 有名的一個品牌 它在於 溫度的控制上面 就是它的 溫度偵測 以及水溫的恆定上面的能力 是非常好的 所謂PID的 加熱控溫呢 其實簡單的說 它就是有點類似 我們義式咖啡機的 溫控系統 溫控系統 它抓取 壺裡面的溫度的能力呢 會比 一般市面上 常見的熱水壺 來得更快速而精準 有些傳統的 比較便宜一點的溫控 它可能是 5度5度 那主要原因就是 那些面板的 其實他們的溫度控制呢 是沒有很準確的 所以它就比較不敢使用 一度一度 當作單位 但在 在溫度控制上呢 是相當的準確 就可以減少你 充足時候的 溫度不穩定 所造成的一些 不確定性 那尤其對於開店的人來說 溫度的穩定非常的重要 就不太需要說 因為天氣不同 或是濕度不同 導致你每次充足上面 都有不同的狀態 這些加熱元件的部分呢 都支撐著Fello 讓它成為一把 很好用的溫控壺 但是在溫控的同時呢 還是要回來檢視 Fello 它 是不是一把好充的壺 那這一點 其實我覺得 Fello 它有非常多的好處 但是可能很多消費者 剛開始呢 並不是非常了解的 第一次接觸Fello 都會覺得Fello 虎嘴呢 是比較粗的口徑 所以給水的時候 會不會 不容易做出 小的 水柱 會不會都是給大水 因此呢 很多人會選擇 可能比較細口徑的 溫控譜 但是 以學長經驗來說呢 為什麼我 反而很鼓勵大家 買中口徑的 溫控譜 是因為 其實呢 我們在充足過程之中呢 我們會需要一直在 進行小水柱 中水柱 大水柱的互換 所以呢 如果你只買一種 細口徑的手沖壺的話呢 你有可能你的充足的 變化度呢 是會被 局限 但是如果你買是 中口徑的壺的話呢 你在做小水跟大水的 交換的時候呢 就可以比較容易做到 而Fello的壺嘴設計 它有夾尖的壺嘴 所以呢 實際上呢 它在控小水的時候 也是蠻好控制的 不會有說 因為壺嘴比較大 就無法控小水的問題 所以 反而是建議大家不要 用太細的口徑 但除了 壺嘴有夾尖之外呢 其實Fello還有很多其他的 幫助你控水的 一些 設計 這點 學長可以跟大家講說 這台是他真正的精華所在 而不光只是壺嘴 首先第1點呢 我們都知道 事實上 溫控壺 絕對會比 一般的壺來的重 為什麼呢 因為 溫控壺的下半圓 它是一個加熱的 線圈 所以呢這個加熱線 放到壺裡面的時候 無論如何都因為比一般 沒有加熱線圈的手動壺多個三四百克 但是Fello呢 其實在這點上面呢 比其他的控壺壺來說都更為優秀 為什麼呢 第1點是 握把裡面呢 它有塞一些金屬片 就是讓你在很 重量 在往下的時候呢 前後的 平衡感可以做得到 不需要使用這麼大的 手腕力量 你就可以進行控水 那另外一部分呢 當然就是它的 這個很有特色的握把 這個握把呢 其實 做一個 這個有點像是 樹枝狀的一個 Y字形的握把 其實真的非常的好用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的握把呢 它 你握上去以後呢 你的施力點就是在你的手腕上 但是因為有做一個這樣的一個 控水扭的部分呢 你可以把大拇指放在控水扭上 所以你的大拇指呢 在控水的時候 是可以做出更多的細節的 另外一部分你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OK這樣子 用壺口夾住這個控水扭 就同時間手腕 還有手指的力量呢 可以輔助你 把這把壺抓得更穩 那你控水扭會更穩 那其中還有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部分呢 就是 在壺嘴跟壺聲中間呢 有一個防暴水片 那個水片呢 就是 它會讓原本 水從壺聲到壺管的 這個過程之中 原本它的 壓力來源呢 就是很單 很單純的 但是因為它有一個防暴水片呢 它把 水的壓力呢 經過了好幾個小的通道以後 才 倒到我的壺管裡面 這樣子可以讓你的給水 實際上它的水壓力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在給水的時候的 揉軟度呢 是 會比較好 就是Fellow 它設計的概念呢 不是把壺管拉到最小 然後呢 去想辦法 去限制你的給水 而是它把壺管放大 但是利用其他的 比如說握把 譬如說它的 防暴水片 譬如說它的重心 用這些其他設計 去輔助你 可以更簡單的 更輕易的 把你的水控制好 無論是小水或是大水 以及它來切換 那這種設計呢 其實是很符合學長 心目中對於好壺 或是好器材的一個 概念 因為我們的沖煮不應該受限於器材 而是說器材要去服務我們的熟飯 要服務我們的沖煮 這個邏輯才是比較正確的 所以為什麼學長對於其他品牌的溫控股呢 其實一直都比較 沒有琢磨 或是 我用起來就是不太順手 原因就是 很多的溫控股呢 他們的第一值 就是要把壺管縮小 然後讓消費者更簡單的使用 但是呢 做這件事的同時 直接已經二殺了我們對於風味的變化以及樂趣 那當然 他的售價 也比其他的溫控股呢 都高一點點 其實最主要部分呢 並不在於 他的品牌 知名度很大 而是他的做工以及品質 為什麼呢 跟大家講 好那Fail最有名的就是他的黑色的烤漆 壺身 這種工藝呢 確實在美感上面 以及他的耐用度上面 都是比較好的 那這種材質的製作困難度也是非常困難的 那這 為什麼學長可以很大聲跟大家講 因為同樣的烤漆問題呢 在Failo 剛問世 那個時候還沒有溫控股的時代呢 其實也困擾著Failo 所以 學長以前賣 第一版本的Failo Stage 就是沒有溫控的手中壺的時候呢 那時候的烤漆的標準 確實 跟現在差非常多 那現在的每一把EKG呢 我可以跟大家講 他的烤漆標準呢 都是在市面上 領先前茅的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 烤漆的均勻度啊 非常的好 基本上不會有 一些 小疙瘩 或是厚薄不均的問題 這一點呢 其實 都反映在價錢上 第二點在於他的加熱面板 因為 加熱面板呢 尤其是在店家 或是你長期使用的情況之下 如果呢 你的品質控管呢 沒有非常的好 使用的材料沒有太好的話呢 其實很多品牌的 加熱面板呢 都會在一年左右就會 壞掉 需要送修 或是甚至根本沒辦法修 那Fellow EKG的面板呢 以學長 販售兩年之間呢 他的維修的 比例呢真的是 是很低很低 而且 收入服務相對來說 也是很好的 所以在這幾點上面 我們都可以去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Fellow EKG這把壺呢 除了他的 設計很好看 在設計上面 美感上面是無庸置疑的 那同時在他的做工 以及他的 品質 以及他的保固 還有他的 控水設計上面 其實都可以說是 目前業界 沒有人能夠 超越的 存在 所以呢 如果大家已經聽明白了 Fellow EKG他的厲害之處的話呢 學長還是蠻鼓勵大家 如果你要買一百萬控股的話呢 還是選擇Fellow 對於你無論是在你的品質 控水 或是在美感上面呢 都是無庸置疑的 最後呢 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喜歡EKG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 以及訂閱學長的頻道 我們會抽出一名 可以抽到 一台全新的EKG 600黑色的 版本的 手衝壺 那你交流你為什麼喜歡Fellow 或是你對Fellow的疑問 等等等 只要跟Fellow有關係的呢 都可以 好那我們今天 Fellow EKG的開箱 就到此結束囉 那會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好謝謝大家 拜拜